大家好,我是鸡蛋猫 这不是夏日模式又上线了 想必大家都已经发现了这个新载具气球了 有问题来了,不会玩怎么办 没有关系 要不是你们鸡宝我带着气球保姆几百颗全输了 带他装逼带他飞,带他感受老司机的光辉 这边气球的获取方式就不介绍了 大家自己了解一下 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测试一下比较刁钻的问题 首先呢,拿了气球肯定要想得上个高点因缘 喷泉这里就可以 我们可以利用气球来到喷泉的顶部 接着下到第二层 这里有个小槽 藏在水下因那些来打卡的人完全没有问题 第二个位置是教堂的高点 P城,外城这些大城区都有很多教堂 利用气球提前站好位置 吃鸡还不是脱脱的 旁边这个半圆形屋顶也可以上来 依靠地形优势,轻松解决战斗 第三个位置是农场附近的带油罐 飞上来之后视野非常好 旁边的水塔也能上去 但是这个位置吧 有点危险老鼠一试 接下来,重点来了 上过气球的人都知道 它的飞行高度是很有限 但是如果面前有障碍物 那么它就可以持续地上升 我到河天站这个最高的大烟囱 测试了一下 大概能飞到三分之二的位置 接触这个技巧 整个海岛除了这个完整的烟囱 气球能上到任何的位置 当然,刷不刷带着就不好说了 对,谢谢! 是的! 谢谢!